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好 我们现在呢 跟大家介绍气体的第三部分 好 那接着下来呢 我们要来学习的这一个 这一节的目标呢 就是去了解我们讲的并合气体定律的一个内容 那当然他就是把我们刚刚在讲的 这个所谓波伊尔定律跟查理定律来做一个整合 那整合之后呢 那一样你那个计算合并的这个气体的定律 它的相关的公式跟它的一个转换 那各位同学也要想办法要熟悉 是查理定律 那我们现在把这三个全部组合在一起 它就变成我们在讲的并合气体的定律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在固定温度之下 波伊尔定律我们就可以去探讨压力跟 体积的关系 在固定压力之下 我们就可以去探讨查理定律V跟T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好 那如果我们现在它的压力跟体积同时改变了 那我们的体积会有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最后在讲的这个所谓的并合气体的定律 它就公式就会变成是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P1V1除以T1 它会等于P2V2除以T2 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前面P1V1会等于P2V2 所以当你把它这整个东西一组合在一起 它就会变成现在这个并合气体的公式 所以P1V1除以T1会等于P2V2除以T2 那这个并合气体的定律呢 适用在气体的量不变的状态之下 所以你气体不能让它能够有进出这个容器的机会 就简单来讲一个容器里面气体的量有多少就是固定多少 你不要让它有善意或者是能额外加入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呢 一样再提醒一次温度要用凯氏温度来表示 好来 所以我们就直接来看这个立体 在具有可移动活塞的圆筒里面 筒内开始的体积是2.45升 压力跟温度分别是745mmHg及298度K 当它的状态改变了以后 它的压力变成只有674mmHg 温度变成是275度K 请问它的体积会变成是多少 那这个呢 就是把你要做的这个题目呢 基本上你就是练习把已知给写出来 然后呢 接着下来你要去求的是什么 那我们的公式刚刚才念过P1V1除以T1 会等于P2V2除以T2 那同学呢 就利用这样的公式再把它给带进去 可以去计算出来我们的这个体积是改变变多少 所以呢 这个给各位同学练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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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enfin 谢谢大家 你就把它都照着上面的这一些数值 分别把它带进去 那基本上大概就是交叉相乘了 那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你要求的这个 那个体积呢 基本上来讲就是P1 V1乘上T2 除以呢T1乘上P2 所以你把这一些相关的数值 给他带进来了之后 算出来我们最后的结果 应该是2.499升 那经过那个有效数字的运算之后 我们最后会变成是2.5 0升 那希望各位同学有答对 是725mmHg跟34度C 那气体的体积呢压缩成了118毫升 那它的温度变成74度C 那请问它状态改变以后 它的压力会变成是多少mmHg 那这种题目呢 各位同学一样把已知的东西给写出来 那你不 你在写这个的时候 刚刚老师忘记提醒 你写的时候要按照顺序来 那像这里我们有P1 对不对 P1在这里725mmHg 再来T1这里是34度C 所以你就写到这里 那应该理论上还有V1 对不对 那问题是那个V1 我们在这个地方应该要写出来是168 对不对 好 那接着下来呢 这个按照顺序这样写出来了以后 接着下来我们的T2变成是74度C 我们的那个体积变成118毫升 所以是V2变118 那所以你没有的那个东西就是你要算的 所以这个地方要算的就是P2 对不对 好 来 一样给各位同学一点时间来做练习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解答 那一样的 这里只要是一讲到它的温度 同学一定要注意它是摄氏还是凯氏 那这边呢 都是用摄氏温度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它改成凯氏温度 所以T1 34度C 再加上273 它就会变成相当于307度K 那T2呢 它是74度C 所以呢 相加以后 它就会变成347度K 那这些的温度改变完了以后 接着下来 我们就当然就把它带到我们的公式里面 那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来算的是P2 所以呢 经过了这些的一项的过程之后 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计算的公式 那你就相对应的把这些东西带进来 所以呢 我们的P1是725mmHg 它的V1是168mmL 再乘上我们讲的T2 347度K 除以它的T1 307度K 乘上它的V2是118mmL 所以乘完之后 我们最后计算机按一按最后算出来结果是1166.692mmHg 那一样 你要去注意到它的有效数字 那我们刚刚在讲你这个温度 因为你最后是改成凯氏温度加273 所以 其实是可以说它是两位 但是问题是我们是有改成凯氏温度 所以我还是以凯氏温度三位这样来看 那如果以三位的有效数字来讲的话 是1.17 因为你这个地方要四捨五入进来 所以1.17乘上10的三次方mmHg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这一个题目 它的一个计算 接着下来这一个小节 我们要来学的是这个亚佛加决定律 它的一个内容 那亚佛加决定律呢 接着下来一样我们希望同学能够熟悉 它的这些转换跟相关的这些的计算 那亚佛加决定律呢 基本上来讲 其实我们之前也大概有提过了 但是我们总是一个很明确的规范的定律 在这里 那它主要是探讨这个体积跟摩尔数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体积跟摩尔数之间的关系 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跟各位同学有讲过 你就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在一定的一个 那个气体的一个体积 跟那个它的数量之间 我现在的气体它在撞击的时候 它里面的分子的数量固定 对不对 那我如果现在把它的气体的数量让它增多了 那如果我们在讲说它的压力 其他的条件都没有变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情形 那因为你的压力不会变 那我现在气体的数目增多了 那唯一能够改变的是什么 你的体积啊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亚佛加决定律 它在探讨的就是说 当我的气体的数量改变的时候 我的体积其实也会跟着来做这样的一个改变 那基本上来讲 它这种改变是随着什么 正比的关系 意思就是当我的摩尔数增加的时候 我的体积也会跟着增加 所以他这边呢 我们这个图形 这边是气体的摩尔数 这边是气体的体积 你就可以看得到 随着我的摩尔数增加 我的气体的体积也会随着增加 那这就是我们在讲的亚佛加决定律 一个很主要的概念 所以在固定温度跟固定压力之下 气体的体积跟摩尔数 它会呈现线性的关系 那所以延伸到我们的气体的摩尔数是零的时候 理论上气体的体积也应该是零 那这是由这个亚佛加决最早提出的 所以我们就称它叫亚佛加决定律 那所以我们的亚佛加决定律 它在讲什么 体积正比于我们的摩尔数 体积正比于我们的摩尔数 所以呢在气体的温度跟压力固定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亚佛加决定律 去发展出这个V1除以N1 会等于V2除以N2 那这个跟我们刚刚的解释是一样的 V1除以N1它会是常数 这个常数又等于V2除以N2 所以那个常数去掉 最后我们的公式就会变成这样 V1除以N1会等于V2除以N2 那V1呢跟N1分别就是改变之前 它气体的体积跟它的摩尔数 那V2就是改变之后 气体的体积跟它的摩尔数 那基本上来讲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亚佛加决定律的一个公式 那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实力 那你的气体随着气球 随着我们注入的气体越多 它的体积就会变大 当然就是前提它还没有爆掉之前 对不对 那这个大家以前从小到大都在玩气球 那你就知道这个气球 你越吹它 它当然就会越来越大 对不对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来 那我们来看这个 立体 那这个立体呢 它在温度跟压力固定的状态之下 3.5升的氮气里面有0.12摩尔的氮 那请问需要增加多少摩尔的氮 能够让它的体积变5.5升 注意哦 这个题目它是要问你要增加多少 因为原来的它已经有一定的一个摩尔数在了 你要增加到多少才会变成是5.5升 那这个就同学要计算的时候要注意 好来 那一样我们把乙之列出来 V1 3.5升 V2 5.5升 N1 0.12摩尔 现在要来算N2 那我们的刚刚公司还记得吗 V1除以N1会等于V2除以N2 对不对 那一样给各位同学一点时间来做练习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边都跟大家有介绍过了 那重点就是我们要去算N2 那这个N2呢 那就会相当于V2乘上N1除以V1 那所以呢 我们把相关的数值带进来 算出来是0.66摩尔 可是不要忘记 我们是要问他增加多少以后 可以让他变5.5 所以你要扣掉原来他本来有的摩尔数 所以0.66摩尔去减掉0.12摩尔 所以呢 我们要再增加0.24摩尔的氮气 他就会变成到5.5升 所以题目呢 同学在做这些题目的时候 要稍微看清楚 他到底是要让你算 他直接出来的这个数值的 还是是他要去看他增加或者是减少 那这个题目呢 同学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来 那接着下来呢 我们再讲到这一节 更进一步的 我们就要把刚刚讲过的这一些的定律呢 包括我们讲的波尔定律 查理定律 还有联合气体的这个定律 还有最后我们讲到的亚佛加绝的定律呢 全部把它组合在一起 那这个组合在一起了以后呢 当然 我们是以理想气体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 定义这样的一个公式了 所以这个呢 理想气体的一个定律呢 那同学呢 一定要去了解 还有呢 一样的我们这个介绍完这些公式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做相关的计算 如果有需要转换的部分 同学也要自己要知道怎么去做转换 好来 那我们这个就是理想气体的定律 包括了压力体积温度跟摩尔数 它的理想气体的定律 我们的定律的公式就是PV 压力乘上体积会等于 我们的摩尔数乘上R 这个是一个常数 再乘上我们的凯式温度 那这个R 这个我们是理想气体的常数 通常我们在这个题目里面在做的时候 同学注意一下它的单位 它是0.0821 那单位呢 是升乘上ATM 就是大气压 去除以摩尔乘上度K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它可以用0.0821 来当做它的这个常数 那当然如果你今天的计量的这些方式是不一样的 你的这个理想气体的常数 你就不能带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顺便先跟同学讲 你要去注意这个单位 好来 那接着下来呢 理想气体定律里面的任何一个数量的表示呢 基本上会依气体的常数而定 所以我们在讲的压力 它是用ATM 体积用L 气体的数量是用摩尔 我们的温度基本上是用度K 所以你要符合这些的条件 你才能够去带这一个气体常数 可以吗 好来 所以我们现在呢 把这一些的 理想气体的定律 跟我们在讲的这个 之前介绍过的这些定律 整理成这个表格 让大家可以比较知道一点 理想气体的公式 我们刚才讲过 PV会等于NRT 那在我们讲波伊尔定律的时候 它的简易的气体的公式是P1V1等于P2V2 对不对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固定了它的摩尔数 跟它的温度 对不对 那我们的改变就只有V跟P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公式来做探答 那查理定律一样 他我们的公式是V1除以T1 会等于V2除以T2 那我们如果今天把这一个公式一样 把这些数值弄在一起 它就会变成是N乘上R除以P 就是会变成是一个常数了 那所以呢 你看我们这个地方N跟P N跟P是固定的 所以它就不会变R又是常数 所以这个地方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常数 对不对 所以你改变的是谁 V跟T 可以吗 那接着下来呢 这里有另外一个我们在讲的 给吕萨克定律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温度跟 压力跟温度的改变 它就会去造成一些的 不一样 那P1除以T1 会等于P2除以T2 那一样我们把它 这个公式把它化减变成是这样 那你会发现 它又去固定了你的摩尔跟体积 所以你它又变常数 对不对 那这个例子 另外这个例子跟摩尔数之间的关系一样 它是固定的体积 固定的温度 那你的压力跟你的摩尔数 基本上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常数 对不对 最后我们在讲的亚伯加决定律 一样V1除以N1会等于V2除以N2 那一样你把V跟N带出来 拉出来 那剩下的就是我们讲的RT除以P 那R是常数 T你的温度跟压力又固定 所以又整个都变常数 所以他就可以去做刚刚我们在讲的 亚伯加决定律的这个计算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今天利用这个理想气体的这个定律 事实上我们可以去做很多这些题目的一个综合的一个 改变以后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计算 好 那我们来看 如果我们用理想气体的公司来算他的那个压力 题目 2.2升的容器里面温度是308度K 气体的数量是0.28磨尔 这时候请问他的压力是多少 那你就把已知的东西写出来 V是2.2升 T是308度K N是0.28磨尔 R 这个同学不要忘记 你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把它记住 R会等于0.0821 这个是他的单位 好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的公司是PV等于NRT 那这个就留给各位同学来做练习 那这个我们大概不用太久的时间 同学应该就可以算完 那我们给同学来做计算 为我们是 começa 收到这边的欢迎收到 我们的新意见 我们的新意见 我们这边 那 ? 这边 我们的新意见 对 新意见 对 然后 我们的新意见 那我们来看这个解答 那公式是PV等于NRT 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算它的压力 那压力的话呢 同学可以看一下 这个压力你要去算 那所以换句话说 你就是把V除过来下面 就变成NRT除以V 对不对 那你就按照 刚刚我们在算的这些东西 把它乘进来 所以0.28乘上0.0821 乘上他的T308 除以我们的V2.2升 那算完了以后 我们的数值就是3.218 注意算出来是ATM 那算完是这么多ATM 会等于多少 那这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他的有效数字最少是两位 所以我们就取两位 那就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要往后看一个 这边是1 所以我们就45路 就变3.2ATM 那我希望各位同学可以了解 而且做对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刚刚是用理想气体公式来算压力 那我们这个立体是理想气体的公式来算体积 那压力跟温度分别是1.37 ATM跟335度K 氧气的数量是0.745摩尔 请问他的体积为何 那一样 请同学把已知的 我们就 同学先把已知的数值先给写出来 那写出来以后不要忘记这个 他的常数 理想气体的常数是0.0821 这个已经知道的 你不要说到时候你又不知道了 好 那那个我们这边呢就直接解答 那PP等于NRT 你要算V 所以你就是NRT除以P 那所以呢 你当你把这个公式算出来的 你就把相关的数值带进来 那就是0.75摩尔去乘上0.0821 再乘上我们的T就是335度K 去除以1.37ATM 那除完了以后 最后的结果是14.956升 那一样 我们就是有三位有效数字 所以我们最后的结果要取三位有效数字 所以四捨五入以后就变15.0升 那这个同学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好 接着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这个立体 他是用理想气体的公式来算摩尔数 来注意哦 在压力20.0psi 体积2.5升 温度是27度C的排球内 请问他气体的摩尔数是多少 那一样 请各位同学把已知的东西写出来 T会等于27度C V2.5升 P20.0psi R的话一样是气体的这个常数0.0821 那公式一样PV等于NRT 那我们就给各位同学一点点的时间来做练习 先提醒记得该换算的要把它换算 比如说你这里是psi 你要记得换成atm 你这里是度C 你要记得换成凯示温度 好 那我就给各位同学来做练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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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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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那我们来看解答 那在这个解答里面呢 就如同老师刚刚跟同学提醒的 你温度是27度C 你要先把它换成度K 那所以这个呢 变成300度K 那你就知道它是27 加上273那刚好是300 对不对 那P的话那是用20.0PSI PSI那是我们在讲的那个 每平方英寸有多少磅的压力 每平方英寸有20磅的压力 所以你要把它换成多少ATM 那它的转换的单位 同学不要忘记 我们之前有讲过 1ATM相当于14.7PSI 所以你要算的东西要放在分子 所以这两个相乘 你要算出来的结果是1.36ATM 那这两个基本的转换单位 你把它换算完了 接着我们带到正式的公式 PV等于NRT里面 你要去算N 那N的话呢 再你把它留下来 这样就RT把它除过来 就变RT分之PV 那所以呢 我们把相对应的数值呢 把它带进来了 那那个P是1.36ATM 乘上我们的V2.5升 那R是0.0821 再乘上我们的温度是300 算完以后 最后的结果是0.138M 那不要忘记有效数字 这里的有效数字只有两位 所以我们就取两位有效数字 那正好往下面看一个 刚好是125过来 变0.14M 那我希望呢 这样的一个题目呢 各位同学呢 你尽量能够自己去做练习去算 不要每一次都是等老师给你答案 你才在那边急着操 那那个这样的学习效果可能会比较不好 那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 先去看看你到底是卡在哪一个步骤 哪里没有想清楚 那老师在讲解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比较说 原来是在哪一个关卡的地方被卡住了 那你下次就会注意到 那你一定要自己去算 你才会真正有在做练习 那这个呢顺便跟同学提醒一下 好来 那接着下来呢 我们要来做一些进阶的题目 那我们刚刚在用理想气体的这个定律 就是它的公式 我们可以去计算这个改变的压力 改变的体积 改变的摩尔数 那你今天既然知道你可以改变了这一些的摩尔数之后 如果我们今天的题目要你去由摩尔数去算它的刻数 就是它的质量 那同学还记得怎么做吗 在之前我们前面的这些 这些那个计算的过程里面 我们其实都一直在跟各位同学强调质量换算成摩尔数 摩尔数换算成质量 我们就跟同学讲过 这个一定会在未来的这些课程里面 一定会常常看到 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你自己如果不太清楚的话 一定要想办法去把这个部分给搞清楚 好来 那我们来看这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呢 它说温度是298度K 压力是1.06ATM 气体的质量 它没有告诉你摩尔了 它告诉你气体的质量是0.136克 然后它的体积是0.112升 那请你计算气体的摩尔质量是多少 因为你现在要算的是 他要问你的是说那他每一摩尔应该是有多少的质量 对不对 好来 那我们这里把椅子的东西先给写出来 我们的这个M它的那个质量是0.136克 V0.112升 T298度K P是1.06ATM 这些已知都知道了 他现在要叫你去算摩尔质量 他就是每一摩尔多少克 简单来讲就是这一个气体它的分子量到底是多少 就只是你要了解它的定义 那个问的问题是在问什么 可以吗 那我们就直接跟各位同学讲答案 因为这个题目要先让同学了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进行的 你才知道 好来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解析图 你有压力 有体积 有温度 那你要去算他的摩尔数 对不对 那我们要去做计算的时候 当然我们就是用我们刚刚讲理想气体的公式 PV等于MRT 那你算出来的这个只是摩尔数 那你摩尔数跟我们讲的这个克数之间 那你最后不是就可以去算他的摩尔质量 因为摩尔质量就等于质量去除以摩尔数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你这个先解析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 那你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你自己要算的东西是什么 对不对 好来 所以我们的解答PV等于MRT 你要算摩尔数 所以PV除以RT 我们就可以算摩尔数 把相关的数值都带进来了之后你就去算出来 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在这个地方呢 当然这个顺道再跟同学提醒一下 他在下面划线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有效数字只有三位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特别做注记 那我们有讲过你不要一下子就把25这一个数值就把它给去掉了 因为我们在做计算的时候你最好能够完全保留 等到最后画这个线的意思就只是让你提醒你他的有效数字是到这里 那这个特别先跟同学解释一下 那最后我们要去算他的摩尔质量 摩尔质量就是质量除以摩尔数 每摩尔有多少质量 所以你把相关的数值他的质量是0.136克 去除以我们算出来这个摩尔数 相处最后的结果你就会发现他就是28.0克 每摩尔有28.0克 所以这个呢 一样三位有效数字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典型的进阶的题目 就是说你可以利用我们刚刚在算的这些很简易的 PV等于MRT去算压力 或者是算体积 或者是算摩尔数 那我们进一步的 你甚至可以去看到他的质量有多少 所以像这一类的题目呢 我们就把他定义在比较进阶的题目 那我们接下来 请各位同学 你自己再来做一次的练习 温度是45度C 压力是786mmHg 那气体他的克数是0.284克 体积0.225升 请你计算气体的摩尔质量 来 那这个题目在同学还没有做之前 老师先提醒 这是杜C 要怎么做 这是MMHg 请问你要怎么做 你要换算成什么样的单位 请你要记住 可以吗 那我们就给同学时间来做练习 再试试一下 我们先试试一下 我们再试试一下 我们再试试一下 到这时候 我们再试试一下 再试试一下 就开始等了 试试一下 Aid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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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